你該贏個屁啦 媽成這樣 我懂 你會心有多痛 只是為了在乎你的 我要很好 王思佳假包風波 以還PTSD痛苦 最感謝鍾明軒 還記得有一次 他叫我去一個辯論節目 王思佳去年5月在時尚節目 介紹包包收藏 被網友質疑假包 事後他將包包送宴證實是真的 時隔一年 他近日聊起假包風波 仍然淚崩 第一個錄影的時間是3月多 我出事是5月多 所以底下還有人說 啊怎麼不嘴他的包 他媽的未來的事情 你會知道嗎 所以我有跟他講 我說好巧不巧 在出事了之後不問 然後造成大家就去演上一波 我們那時候就想說算了算了 我跟你講他事情發生完了之後 其實我非常的掙扎跟猶豫 我發誓我每天打給他 我不騙你 我除了打給他 我打給媽媽 我打給Julie姐 然後媽媽在哭耶 因為我那時候我就覺得 哇他媽媽多愛他 不要哭 不是不是你不要哭 但是你懂那種 妹妹我就跟他講說 你敢演給我今天啊 你敢演給我 你敢演給我 如果今天有的 有的罵我兒子 怎麼問我什麼 為什麼 我就角色對調 如果今天外面的人 罵我兒子 罵成這樣 我懂 你會心有多痛 其實我現在這個時間點 反而比較心疼他 他其實已經有非常嚴重的 創傷症候群 可是他現在他不敢 用最自然的方式去面對所有人 因為他他會害怕的時候 可能會被罵 或者是可能被別人講些什麼 很難的問題就是 我可以是一個很堅強的人 但他們叫我不要那麼堅強 他們甚至說 你把你最脆弱的那一面給觀眾看 可是你們知道是誰點心了我這樣不行嗎 誰 鍾明軒 鍾明軒傳了一個私信給我 我要在這邊謝謝他 他說 我不管你怎麼樣 你都要看起來漂漂亮亮 這句話其實有很深的含義 就是你不可以有弱的時候 為什麼 因為你是個公眾男人 觀眾不會買單 如果發生了這一切 要讓我知道 人間還是有溫暖的話 那我覺得蠻值得的